2022年的街机铁人赛项赛 已经来到了今晚是第16号选手了 先生 咱们的夺冠大热门 五朝元老 先生应该也参加了五次比赛了吧 最早都是四次 每年基本上都是在前五强 拿过亚军 最好成绩是亚军 每年基本上都是前五强 实力相当强劲 刚才那个项目名将大家都看了吧 毫无悬念的满分 这是他第二个项目 惩罚者 咱们这个比赛呢 是要完成三个游戏的 死命越少得分越高 在预赛里面 没有限制 人物随便选 打法随便选 通关死命越少得分越高 然后咱们整个选手打完之后 最后会排名前一半的名次 比如说20个选手前10名 晋级决赛 咱们今年的比赛呢 一共是有44个选手 本来是40位 现在又加到了44个 所以说就是22名 前22名晋级 咱们只算名次 不算人数 比如说有两个并列22 那么一起晋级 我的比赛是在5月5月12号吧 13号 大家把今天的这场比赛 当成一场表演就行了 当成表演 当成一场表演秀就行了 看到没有 这BOSS还没有感到 感受到温暖呢 就没了 就剩个头了 实力碾压 他本身的惩罚者 在国内都能排到前5名 实力很强 所以说打这种 就是正常通关 非常轻松啊 就算打决赛规则 咱们决赛规则是 不能扔雷 不能吃血 不能放AB 他都没问题 可想而知 实力多强 所有的套路都在他的脑子里 什么地方该怎么打他都一拳二拳 比的什么 预赛的话 你随便打 想怎么打都可以 前提是死命越少 得分越高 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是以通关以后 你的命数来决定成绩的 我们不管你怎么打 就算你的人头 算你死掉的命数 死一命扣一分 很清楚了吧 咱们预赛的规则 非常的简单啊 你看这一关的boss 他是一个机械单位 他是一个金属 所以说打他的时候 他掉血掉的非常的少 所以说这一关呢 用这种 AB的打法 因为这个游戏 AB 就是放血杀啊 放血杀是无视敌人的护甲的 虽然说是老游戏 但是敌人还是有护甲 可以说的 AB无视敌人的护甲 如果你用正常的 普通的攻击去打他的话 他的吊血量是非常的低的 你看 基本上就像刮沙一样 但是用AB打 伤害就非常高了 再AB一下过来 哎呀 牛逼啊 我估计他是 他打这一关 我估计是一只手操作的 非常的轻松啊 单手操作 种子选手应该直接晋级 是吧 哎呀 那也不行啊 因为种子选手直接晋级的话 你不就少看一次 就相当于少看一场啊 是不是 种子选手在玉赛里面不出现 很多人都会有意见 以后我们的比赛可以先搞一个海选 对吧 比如种子选手不参加海选 然后咱们的这个 比如说每年比赛的前五名 不用参加海选赛 对吧 然后 剩余的选手 全部参加海选赛 最终 留下30个人 来参加 这个正赛 对吧 然后预赛决赛 先海选吧 这个应该可以了 预赛也属于正赛啊 你不通过预赛的话 你怎么进决赛呢 是不是 所以说预赛肯定是要打的 以后咱们比如说参加的人多了 咱们可以考虑 就加入一个海选赛 是吧 这样很多的第一次下比赛的玩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了 不然一上来就打正赛 也许会很紧张 是吧 体验一个海选赛 也可以 很好 明年咱们如果人数能达到50 那咱们就以海选赛的方式 先选出30位 正赛的选手 然后再进行预赛决赛 对吧 慢慢来嘛 我想人应该会越来越多的吧 虽然说都是80后70后 但是 那又怎么样呢 队演这话说的真的很有问题啊 什么叫80后70后越来越少了 你这话说的我才反应过来 对我才回过来 你这话里有话 什么意思 我们直播间都是8070 你想怎么样 他这个打法太硬朗了太硬朗了 他这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个暴力流啊 就是这样的打法 先用AB和他换血 换完血之后 再扔雷就过了 正如我今天给大家之前给大家说过的AB 是无视敌人的护甲 就是你用普通攻击去打他 他可能会防御力很高 但是你用这个AB去打他的话 会无视他的护甲 是无视的 冠军啊 咱们今年的比赛冠军是2000 但是不光是奖金啊 还有一个特制的冠军奖杯 再加咱们赞助商赞助的 康比特赞助的是 乳精蛋白粉 一大桶五磅重 全霸摇杆奖励的是 全霸Q4摇杆一台 今年冠军的奖励很丰厚 这个游戏名字叫惩罚者 就是漫威的那个 英雄嘛 惩罚者 胸前衣服胸前 一个大裤窿 惩罚者 不会 没看过吧 这些什么神盾局长啊 惩罚者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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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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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決賽應該不會這樣打 因为我们决赛的话要进血进雷进AB 决赛相对于预赛来说 难度会高了很多很多 先生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一年了 这一关BOSS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有枪 这一关会安排几个枪兵 在敌人拿枪的时候我们主角也可以拿枪 他把雷扔光了 对于高手来说雷不重要 他把雷都扔光了 这个BOSS虽然血很硬但是有一招就是踢头 每当BOSS蹲下的时候就可以踢到他的头 一脚踢头跟一颗雷的伤害一样高 然后在二阶段的会刷出一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也可以让主角拿枪 太帅了 我要有这技术就厉害了 对这水平还有啥雷呀 雷都是为了清场用的 你看一般玩家打这个游戏雷是用来保命的 玩家是用来清场的 他这一手没留一个枪兵 他这一手没留一个枪兵 可以用枪兵的好处是可以用雷 呃不是可以用枪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对于走位 他把枪兵打死了那就 那就 用不了枪了 等一下再扔一颗这个雷一定要扔在敌人最多的时候 这样的话比较比较占便宜 你看高手的雷一般都用来打伤害的啊 再上去一颗 炸在多个敌人身上这样就很赚 炸到一个人身上没什么意思 好先生的修胎们来了啊 然后AB把这个大壮A在墙角 咱们A一次B 可以伤害他到两次 因为这个AB旋风腿是两下啊 一般把敌人卡在墙角的话可以一次AB打他打到他两次 因为敌人靠墙 就受伤靠墙以后 起身很快 这样很赚的 自己只需要掉一次血 打敌人两次 再近周围 再加一次 打敌人 再加一次 打敌人 要守着 去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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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贴脸打 脸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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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快不快 最后了 速度真的很快 后面还有两个雷兵 那个雷兵不用打 血一抬 过了 他抬的这个箱子里面是一个大肉 这个大肉可以加满血 就是你血量完全空掉的话 都可以加满 有点类似于打 刚才那个大光头的打法 把boss压制在墙角 压在墙角 一直AB 跟他换血 就跟他换血就可以了 快没血的时候 往血这边移动 然后血吃满了再 哇 无懈可击啊 这个打的真的是 真的可以用无懈可击来形容 大家掌声鼓励 先生的第二个项目又是满分 就差最后一个了 那就是恐龙快打 大家给先生加油啊 下一个项目就是最后一个恐龙快打的 对啊 反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